冰马泳的冷静 跟中国游客的拥挤 形成强烈对比 看到了冰马泳却挤不出去 中国民众在除夕团圆之后 上一人流就开始走春移动 全国人民全都来西洋看冰马泳 个子不高恐怕只能看到其他人的头 民众从早玩到晚 还有中国网友说 他们重现了一千年前的大堂不夜城 网友说完美复制的还有 亲民上河图 不过却有民众相当担心 害怕河南开封这座古桥承受不住重量 春节期间遇到人潮 或许还能忍耐 但眼看假期就快放完 还是无法回家或是返回工作岗位 可能就比较棘手 我们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知我们来到是走不了的 不断有中国各地民众驾驶车辆 搭船渡海来到中国碧寒胜地海南岛 不过收假时间都差不多 又遇上大雾 导致海南岛出现止境不出的怪异情况 有人回城等了六天海白不上 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车辆在高温曝晒 或充电不当等情况下极易自然 一旦失控将严重破坏船只 威胁船上人员的安全 今年必须要提前购票 否则就上不了船 靖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靖好新闻